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爱丽的雕刻夹 这边的话遇到的是 拥兵祭司囚徒加先知搬了一个 机械师没有选择前锋 张狂带闪现 他张狂加底牌吧应该是 这张地图雕刻夹没那么好打 甚至可以说有点难打 所以说选择一个比较拼的一个打法 张狂加底牌 只打前期的或者只打前中期的 上来遇到的是个祭司 遇到个祭司也没办法 找到了囚徒那还行 这个局其实开局来讲的话 我觉得找到囚徒是有宝瓶的可能性的 是有宝瓶的可能性 真剩的话现在不好说 毕竟这是大龙的囚徒 鸟直接给杀 鸟直接给 这个鸟给的其实还挺好 你还别说 吃了一个实体刀 这边的话吃一刀 然后往二楼拉 大龙这边各种贴 还焦电 这手电焦的 还真有那么点东西 挺舒服的 祭司这边好像辅助洞已经打好了 这边的话镜头给到大龙 看一下跳下去有没有辅助洞 应该是有辅助洞的 这边应该辅助洞已经打好了的 辅助洞一穿 想反穿 漂亮 等 这里的话还可以 你过来我用一个翻板 加速我拉 拉点 祭司的话估计还有两个洞 可以再帮忙辅助我 追祭司 对于 那个 穷者来讲是绝对不亏的 这边一个翻窗 哎呦 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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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分钟时间 大家不要着急 这个局的话还没到可以下定论的时候 因为虽然说我觉得这个局爱律想要赢已经很难了 但是平的话还有可能 因为他是张狂 然后他这边换抓了 有什么可能呢 就是他这波如果说能够比较好的通过一个闪现击倒这个祭司 他是可以到二阶的 到了二阶以后 一波防守节奏就打回来了 好吧再看爱律这个闪现多久能用出来 主要是抓祭司这个闪现呢不一定用得出来 雕像有没有神雕 哎呦一个洞穿 哎呀这个洞 好的 这波我觉得其实是有保评机会的 因为这边梅克打了一个奥利奥 出现了一个失误 给到了爱律一手机会 穷者这边想要赢的话他一定要卡半旧 那么卡半旧呢 爱律这边手握五个雕像就有机会打一波双岛 打完双岛其实我觉得他就能保平的 因为手里有闪现嘛 这个人其实走不了的 这个祭司其实走不了的 我觉得有机会能保平的 看这边好像没能打双岛 没能打双岛 是傭兵而且没吃多少伤害 他可以再来救一波人 外面的机子我们来算一下 因为有囚徒他可以连线 机子的话其实差了不多 机子差了不多的 这边陶行 陶行这台机子能点 他能点 换一个人来救的话 要得先知来救了 囚徒这边状态不太好 最后带机子了 先知救 然后囚徒跟傭兵两个人合修 打一个四人开门战 这波主要是没打双岛 我本来感觉这个局势很有机会能打双岛的 但是这边艾莉的选择是出去交坟场去控场 然而并没有控到 就并没有把这边的外面的修技能给打倒呀 这样的话 大龙也修了 这边是帮忙船 先知 能救下来吗 祭司创里面有个洞的 打针队 好的 要抢摩托 抢摩托的话 这边雕像一组 推开 牵起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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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子其实真的差了没多少了 这就差 对于艾莉来讲的话 还好 这波的话机才差了一点点 就对他来讲 当时那波其实打双岛 保瓶的话更稳一点 打双岛以后我们可以知道 机子就不够嘛 这里找先知的话 先知应该有个三分之一只鸟 艾莉这边有闪现 闪焰一刀 平局 应该不会再来打了 这个平局不容易的呀 这个平局真不容易啊 如果不是祭司那个都有失误的话 我感觉这个局平都平不了的 还行吗还行吗 能保平不错了 真不错了 这个局能保平已经谢天谢地了 这张地图真的太难打了 太难打了 就一块住 走 感谢观看